世界上有个最幸运的小男孩 捡到了十元钱 买了一块巧克力 却意外继承了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厂 话说在国外八岁的小查理 是个贫穷又幸福的孩子 他们一家七口都挤在一间变了形的破房子里 每天吃着捡来的蔬菜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三代人的幸福 小查理通过房顶的漏洞 看着远处神秘的巧克力工厂 这家工厂的老板叫做威利万卡 他是个研究糖果的天才 他的巧克力能在嘴里孵出一只小鸟 还帮助印度王子盖了一座巧克力宫殿 可惜数大招风商家派出间谍偷走了他的秘方 很快盗版糖果遍布大街 一幕之下威利万卡完毕了工厂 一直到最近糖果工厂烟囱再次冒出烟癌 威利万卡发布了新版巧克力